比方說 我的頭髮是黑色的 就是中性的橘子 不要弄什麼 這乳酪飯也太難吃了吧 不要這種 不要這種超有情緒 你會很難做 我的襪子是白色的 我準備吃美夢 我真的要吃吃了 我衣服上有三次貓 你的太陽好大 你好給虧嗎 很多人嗎 我的衣服是藍色的 哪有穿藍色 怎麼我講過啊 我真的太陽底下 沒有休息 只有在地板上 白眉她是奶茶 想像你在一個圓柱裡面 首先 用你手掌心做一個點 你可以按照規則 也可以不按照規則 感受一下 你建構的這個圓柱體 是什麼材質 想像一下觸摸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質感 橫向以你為圓心 它最遠可以到哪裡 假設是往上 感受一下往上 它可以到多高的位置 那個想像空間是很純淨 所以就可以自由自在的 去伸展自己的身體 然後去感受 到底周遭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 好 所以等一下待會兒會有15分鐘的時間 你們是完全失明的 可以齁 那蒙住你們眼睛最主要的原因是 除了眼睛之外 我們想要開發你們其他的感官 這個就是音樂感覺練習裡面非常多元素 有趣的地方 因為你感覺到了 你必須接受音樂 你必須有角色的設計 然後你必須 控制現場的狀況 那簡單講就是 我是一個類似 鳥人 從前面我是不是在一個星際草原 我變了一隻鳥人 就覺得自己好像就快死掉了 五到十個字左右 比方說 我的頭髮是黑色的 就是中情的句子 不要弄什麼 這滷肉飯也太難吃了吧 不要這種 不要這種超有情緒 你會很難做 天上掉下來 然後這個獎金可以解決你所有的問題 以及讓你過上非常好的日子 可以齁 而且你可以到處來說 有困難 我幫你 非洲沒有東西吃 我幫你 沒有錢店輸 我幫你 沒有地方住我買房子給你 錢好不好 好 OKOK 超級超級無極重要 可以齁 我這邊 我這邊 我這邊要吃吃了 好 很好 我看到就出 哈哈 哪有出來嗎 超愛我全國王 超愛我 掌聲先 好 都要喝 好 我真的在台語底下 你看到這個卡表情你解讀它是什麼 但其實有字啊 你解讀它是什麼 然後用你的句子 配合它的表情模仿它 然後等一下表演出來 我明天沒有休假 我的衣服是藍色呢 我明天是藍色 我衣服上有三隻嗎 好棒次來碰 吃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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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呢为了要避免情绪 开始用责怪别人变成了指责型 那个费用的费改成责 指责 你的惯性模式 或者是一有情绪的时候就开始讲大道理 然后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超理智的模式 超理智其实现代人很常用 因为很理智的状态会让人家觉得你EQ很高 真的 但是它其实不是一个人本性的反应 第三条线呢 是呼气 也是走四秒 然后这边也是摒气 走四秒 所以你的内在会一直这样子走跨 一个正方形 脑海当中 先是一个像是白板一样的空间 你会在上面 透过你的呼吸 滑出一个正方形 首先吸气四秒 招呼吓比埃 吸气二三四停住 二三四呼气二三四停住 二 三 四 持續做 吸氣 二